在这里啊,大家互相学习 第一次吊带鱼呢,我也一样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上次给大家介绍了吊点,很重要 它这个吊点呢,优点就是你省去了带发电机的烦恼 整个公园呢,给你提供了完美的照明 吊带鱼呢,吊用这种比较特殊的钩 这种钩呢,它呢,带鱼牙齿很尖 它是叶光的 同时呢,配一个叶光耳,这是叶光耳 把叶光耳呢,穿在上面,它就成为了一体了 是吧,就是这个样子 它上面那个环呢,是钻前导线的,这是30磅的前导线 主线呢,现在一般的就用20磅就可以了 因为带鱼的战斗力呢,不像我们这个纽约新正西啊 这个大鲁鱼啊,那么有战斗力 为了省钱呢,这个可以用家里的这些导线 是吧,这个你也可以买那个环绣钢的这个线啊 这个作为前导线的前端 是吧,你把这个家里不用的这个线呢,拆出来 是吧,这个是铜线啊 这个也有白色的,是吧,用白色效果更好 缠在上面,是吧,带鱼呢,一般呢,就咬不断了 是吧,这种白色的呢 剥下来也可以用 因为戴鱼的眼睛很大 它的嗅觉和这个视觉非常的好 公园提供的灯光啊,或自己带发电机的灯光从上面照一起 戴鱼从下边往上看,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你的线太多啊,买那种钢,钢丝线,黑色的啊,红色的啊 它一般它就不咬了,啊,剪子呢,要带,钳子呢,它那个牙就像钳子一样 上面带着一尖牙,一咬就好几个洞 所以呢,有小孩子要注意安全啊,就说用钳子夹,把这个钩给卸下来 用这种钩呢,用长钓鱼的,这种钩也可以,啊,这是个40磅的前刀线 这是20磅的,是吧 这个,一般的主线的哈,就是可以用20磅就OK了 线越细呢,甩的越远,啊,越平滑 啊,现粗的话,你像我们在纽越纽织一般用30磅到65磅之间的 这个,带鱼呢,哈,它一般用20磅,30磅就OK了 有人用15磅的哈,跟你当时鱼的大小,这个用前导线,是用五影线 是吧,刚才这五影线,别忘了带头灯,是吧 头灯的哈,就说你换耳啊,是吧,还有一些接线都用它 这个是网上卖的哈,这个,希望大家呢,高高兴兴的去 满大耳龟,晚上,啊,干渣待遇,清蒸待遇,新鲜待遇,那是人间美味